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今天继续读《黄黄》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平儿也迟到了 过来同喜人、婴儿等一干人 都哭得哀哀欲绝 那种自权也想起自己终身 也无着落 恨不跟了林姑娘去 又全了祝福的恩义 又得了思索 如今空闲在宝玉屋内 虽说宝玉乃是柔情蜜 究竟算不得什么 于是更苦得悲怯 于是更苦得爱怯 王夫人击穿了鸳鸯的嫂子进来 叫她看着若脸 叫她看着若脸 所以女性夫人商量了 在老太太相对上了她嫂子一百两银子 还说 登陷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聚上她们 她嫂子磕了头出去 反而喜欢说 真正的我们姑娘是个又稚气的又造化的 又得了好名声 又得了好发达 又得了好发送 旁边一个婆子说道 半天啊 嫂子 这回子 你把一个活活姑娘卖了一百两便这么喜欢了 那时候偶尔给了大老爷 你还不值得多少银钱呢 你该更得意了 一句话 戳了她嫂子的心 变红了脸走开了 刚走到二门上 见林志孝带了二人抬进棺材来了 她只得也跟进去 帮着胜脸 甲义哭好了几声 贾正因她为贾姆而死 扬了香来 杀了三猪 做了个义 说 她是宣葬的人 不可做亚图伦 你们小一辈的都该 行个礼儿 奥义听了 虚不自身 从来公公静静磕了几个头 贾连想她素质的好处 也要上来行李 贝西夫人说道 有了一个野门就是了 别折瘦的她不得吵声 贾连就不便过来了 宝柴听着这话 毫不自责 便说道 我怨不该给她行李 但只老太太去世 咱们都有未了知识 不敢互为 她肯替咱们尽孝 咱们也该偷偷她 好好地替咱们服侍老太太出去 也少尽一点自信了 说着 扶了婴儿走到领前 一面点酒 那眼泪 早扑叔叔流下来了 点脾 扳了几个半 狠狠地哭了她一场 众人也有说 宝宇的两口子都是傻子 也有说 她两个心肠而好的 又说她致理了 贾城奔道合了意 一面商量订了乡家的 一面商量订了看家的 那时奉劫西春 遇者都前去搬林 一夜睡个暗眠 一道雾镜 听见外面七人 到了城出发影 贾城巨长 哀骂哭泣 接近小子之里 零九出了门 没有各家的路迹 一路上的疯狂 扑鼻西数 走了半日 来自铁兰斯安林 所有小男的巨鹰在 妙半速不停 所有小男的巨鹰在 妙半速不停 却说家中林志小 带领拆了棚 将门窗伤好 打扫进了院子 害了熏根的人 到晚上打尽商业 只是容辅归离 叫二根 在门眼上 男人就进不 男人就进不去了 里头只有女人们 茶叶 孙姐随隔了一夜 渐渐的神奇 清爽了些 这是哪里动的 只有平儿同志西村各处走了一走 吩咐了商业的人 也便各自归房 听说 周磊的干儿子何三 去年 贾真管事之事 因他和王尔打架 被贾真打了一顿 撵在外头 从而在赌场过日 金智珈牧死了 比有些事情离拜 其实 谈了今天 几天的心 一些也没有想透 便安身叹气的回到赌场中 闷闷的坐下 那些人便说道 老三 你怎么不想来捞本儿了吗 何三道 都想要捞一捞呢 就只没有钱吗 那些人道 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取了 其实福利的钱 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 又来和我们装穷儿了 何三道 你们还说呢 他们的精英不知有几百万 只藏着不用 鸣儿留着 不是火烧了 就是贼透了 他们才死心呢 那些人道 你有撒谎 他将抄了家 还有多少精英和三道 你们还不知道呢 抄的是了不了的 如今老太太死后 还留了好些精英 他每一个也不是 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 等送了兵回来才分呢 那中有一个人停在行李 指了几十 便说 我输了几个钱 也不翻本儿了 睡去了 说着便走出来 拉了和三道 老三 我和你说句话 和三跟他出来 那人道 你这么个邻里人 这么穷 我替你不服这口气 可三道 我命里穷 可有什么反而呢 那人道 你才说 荣福的影子这么多 为什么不去那些事 换事换 可三道 我的哥哥 他家的精英飞多 你我去把药盐 他们给成了吗 那人笑的 他不给咱们 就不会拿吗 和三听了这话里有话 他们问道 依你说 怎么样拿呢 那人道 我说 你没有本事 若是我 早拿来来了 和三道 你有什么本事 那人便轻轻地说道 你若要发财 你就硬个头 我有好些朋友 都是通天的本事 别说 他们送兵去了 家里只剩下几个女人 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 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八脸 和三道 什么敢不敢 你大量 我怕 那个干老子吗 我是瞧着干妈的情儿上头 才认他做干老子八脸 他又算了人了 你刚才的话 叫我只怕弄不来 到照了机会 他们 嗯 他们 哪个阳门不熟 别说拿不来 通过拉了来 也要闹出来的 那人道 这么说 你的怨气来了 我的朋友 还有海边上的呢 现今都在这里 看个分头 等个门路 若到了手 你我在这里也无疑 大家下海去受用 不好吗 你若 聊不下你干妈 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 大家火而乐一乐 好不好 和三道 老大 你别是醉了 你别是醉了吧 这些话换说的是什么 说着 拉拉拉人走到个披荆的地盒 走到个披荆的地盒 两个人商量了一回 各人分头而去 残缺不停 却说包拥自卑 假装邀和 快去看缘 加木的事出来 也忙了 不曾派他喘死 他也不理会 总是自作自吃 换来睡觉 现时便在 远离 耍刀弄滚 都也无拘无束 那日加木一早出遍 他最知道 也没有排他尘尸 他任意有限游 只见一个女 一带了一个导婆来到圆内 要我们那里口门 保佑走来说道 女师傅哪里去 导婆道 导婆道 今日听得老太太说完了 不见四姑娘送病 想必是在家看家 狂大寂寞 我们师傅来瞧她一瞧 保佑道 珠子都不在家 看圆门是我看的 请你们回去吧 要来呢 要来呢 等珠子们回来的再来 否则道 你是哪里来的 个黑潭头 也要关起我们的走通来了 保佑道 我欠你们这些人 我不叫你们来 你们有什么法儿 否则生了气 让道 这都是烦了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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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老太太在日 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 你是哪里的这么个很强盗 这样没法没天的 我偏要打这里走 说着便把树在门关上 狠狠地打了几下 妙语一起的不言语 这样回声便走 不聊 里头 看儿们的婆子 听见有人喷嘴 联盟开门一开 前世妙语 已经回声走去 音质必是抱拥得罪了走 近日婆子们都知道 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和她亲近 跟她日后说出门上不放进她来 那是如何担得住 看房子来说 不知是否来 我们开门迟了 问四姑娘在家里 还真想是否呢 快请回来 看员的小子是个醒来的 她不知咱们的事 回来回了太太 打她一顿 担出去就完了 妙语随时听见 曾不理她 拉近的看阳门的婆子干涉 拉近的看阳门的婆子干涉 再次要求 才说出怕自己 但不是几乎无急的跪下 妙语无奈 直到随着拿婆子过来 保佑见这般光景 自然不好再来 记得登一眼 叹齐而回 这里妙语带了当婆 走到西春那里 到了老 许了许些闲话 西春说起 在家看家 只好我几个 只好我个几夜 但是奶奶病着 一个人有门又害怕 能有一个人在这里 我就放心 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 进而你记忆广将 跟伴我一笑 咱们下期说话 可使得了 妙语本来不肯 既然西春可怜 又提起下期 也是高兴 听了 大发大婆回去 取了她的茶具一路 因 世儿送了过来 大家做探业 西春 惺惺一场 拼命彩萍 却开上年 却开上年 却开上年浊的 雨水 预备好茶 那妙语自有茶具 老婆娶了不多一世 又来了一个使者 送下妙语日勇之物 西春亲自喷茶 两人语言投机 说了半天 那是天友出根时候 彩萍放下七尘 两人对异 西春连输了盘 妙语又让了四个子儿 西春放赢了万子 不觉一道四尽 真是天空地阔 万来无声 妙语道 我到武警 需得 需得打坐 我自 有人服侍 你自去歇息 西春又是不舍 见妙语要自己一样生 不便扭 不便扭她 快要歇去 稳听得东边上屋内 商业的人一片深寒情 西春那里的老婆子们也接着声扰道 了不得了 有了人了 不得西春彩萍等心的剧烈 听见外头商业的男人便 变身寒几了 没有遇到不好了 必是这里有了贼了 说着赶忙的观赏屋门 没有遇到不好了 必是这里有了贼了 说着赶忙的观赏屋门 便演了灯光 在窗户眼内外一瞧 只见几个男人站在院内 胡得不敢作声 回声摆着手 轻轻地爬下来 说了不得 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 说有未了 只听得放声响声不绝 并听得放声响声不绝 便有外头商业的人进来 扬河拿载 一个人说道 商屋里的东西都丢了 并不见人 东边有人去了 咱们到西边去 西春的老婆子 听见有自己的人 便在外间屋里说道 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 商业的都道 你瞧 这可不是嘛 大家一起嚷起来 只听房上飞下好些往来 众人都不敢上街 正在没法 只听 圆里腰门一声大响 打进门来 引进一个烧爪 大喊 手指木鬼 众人护得 藏躲不尽 听着男人喊说道 不要跑了他们一个 你们都跟我来 这些家人听了这话 越发护得固软精速 连跑也跑不动了 只见这人站在当地 只管乱喊 家中 家人中有一个眼间歇的看出来了 你倒是谁 正是趁家进来的包涌 这些家人不觉 但装起来 便趁微微的说道 有一个走本 有的在房上的 我用便向地下一铺 松山上方 追赶拉贼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